Hello 欢迎你收听Punny聊护理第19集节目 我是主持人Punny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在医学中心 骨科病房担任护理师的Cindy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骨科病房担任护理师的工作经验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我那一届啊 身边有很多的同学朋友都很想要到骨科病房工作 那借由今天的节目呢 让我们来听听看 究竟呢骨科有什么样的魅力 吸引那么多人想要去那边工作 那其实今天访问完Cindy之后呢 我发现骨科病房不是像我们一般想象中 就是处理骨头啊开开骨头 做做ROM做附件那么简单而已 管是隔科如隔山 每一科都有每一科不一样的难处 因为Cindy也是北漂工作者 那我们也会请Cindy和我们聊聊 为什么会选择离乡背景到台北的医学中心工作 以及未来的规划 是不是会想要回到家乡那边工作呢 如果想要看本集节目的仿纲 或者是一些简单的医学名词 请在网址上面输入 你也可以留言给我 让我知道你有在收听这个节目 也欢迎留下任何的想法与意见 还有我想和你分享一件事 你有追踪我们的Instagram吗 现在呢我们在IG上面有举办一个抽奖活动 直到7月8号 邀请你一起来参加 你只要在你的IG上面搜寻 铺尼疗护理 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那就让我们来一起收听本集的节目吧 Hello Cindy 欢迎你来到铺尼疗护理的节目当中 请你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嗨大家好我是Cindy 我们先问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当护理师呢 其实一开始是因为那时候国中就是成绩分道的学校 就是台中互转 然后就一路读上来这样 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热忱或什么 只是想说有一技之长 然后加上分发也有分道这样 所以其实就是国中然后考试的时候填字院 然后就刚好分道 对啊 没有什么 然后就继续这样念念念 然后就来当护理师了 对啊 那你怎么会想要到骨科病房呢 嗯 其实一开始我进医院之前填字院的时候 也有想过去急诊嘛 可是后来想说先 因为自己也曾经骨折开过刀 那我想说不然先到骨科病房看看好了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骨科病房护理师的工作内容嘛 就是像收治什么病人啊 然后就是开刀的 还有护病笔一些介绍吗 可以啊 嗯 其实主要骨科病房啊 我们会收像是退化性关节炎的啊 膝关节啊 髋关节啊 就来换关节的 然后还是有那种骨折的啊 车祸啊 然后断手啊 断脚的 甚至到那个脊椎的也有 像是赖大骨髓泥的啊 或是某一节可能压迫性骨折或什么的 然后或是狭窄啊 滑脱那些 其实也都会来找我们开刀 然后骨肿瘤也是 也会有进来这样子 三班的护病比哦 我们总病房数是37个 然后就下去分这样 医疗人数下去分 然后白班是五个人上 周礼拜日是四个人 然后其他的小夜班三个 大夜班两个 小夜班基本上都是 12到13个 大夜班就18到19个这样 如果以满床书下去 做分配的话 因为像是病人的部分啊 很多都会是 例如说他突然车祸好了 他锁骨骨折 但不可能 就是有可能他有糖尿病啊 有可能他有高血压 或是他在洗肾啊 所以什么人都有 有其他的那个病史啊 也会就是因为骨折的关系进来 或是来换宽关系 那些都有可能 所以其实有时候也蛮杂的啦 对啊 可能有一些内科疾病的 病的然后来你们病房 然后准备开道这样 对啊 所以有时候就是 其实主要不是在care他 就是骨客的问题 有可能是其他的 例如说什么心脏啊 心脏方面的啊 或是那个肺积水啊 抽痰啊什么的 就其实也有不同的 一些其他的那个病史 会造成他后续的 开完道后续反而更不好顾 这样子 嗯 那想问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 就是因为有些听众啊 会有疑问想说 毕业之后啊 究竟是要往 像是直辖市 可能台北市啊 然后高雄 就是这种比较大的直辖市 医学中心工作 还是要留在家里附近的区域 或者是地区医院工作 因为其实我也知道 你也算是北漂工作嘛 是不是能够听你和我们聊一聊 就是当初选择到 离家里比较远的 医学中心工作的动机是什么 其实一开始是只想要试试看 因为那时候一开始 我也想要回家这样子 没有想过要留 继续留在台北 但是后来因为有认识的学姐啊 一直推荐医院 多好啊 就是福利好啊 还不错啊 然后嫁也还不错 觉得算是一个 嗯 还不错的医院 就鼓励我来试试看 然后我就想说 反正那个学校 有一次那个推证的机会嘛 那我就 就想说试试看 如果真的不行就回家 那就那次来面试 就上了这样子 然后就待在这里了 对啊 但当初也是觉得薪水还不错啦 毕竟觉得北部中部跟南部的那个薪水还是有差 然后我那时候是想说 如果既然做一样的事情啊 薪水的话 当然是好一点会比较好啊 而且也可以稍微学比较多啦 就是大医院嘛 看到的病人啊 或是一些病况比较差的都会送过来 那基本上就是可以累积经验啦 嗯 对啊 薪资稍微比较高一点 可是物价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可是我觉得是看人耶 因为像我 医院有自助餐那种什么的 我们去夹好了 如果像夜班的话 我其实夜班只有吃两餐啦 然后白班可能吃三餐 但是我就是去那个自助餐夹 夹一夹可能一餐平均下来 可能也50块说不定都不到哦 我就可以分三餐吃这样 可能就是total下来就是 可能90几块或100块 那我就是分成一两餐吃 那其实还吃的蛮饱的 我觉得还好 对啊 就是试试看你平常的消费习惯啦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 这是我可以控制的 就是怎么运用啦 倒是就是可能回家的那个高铁费 会比较贵一点 如果常常回家要搭高铁的话啦 对啊 有没有就是可能规划工作几年之后 会想要回到家里附近工作吗 嗯 目前还没有耶 但有一直在想说 就是要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可能不用一直轮夜班啊 或是 但这相对之下 可能薪水啊 或什么待遇那些 没有这么好 但可能也压力不会这么大啦 就是可能之后 在附近再找找看这样子啦 他没有特别的规定 说是几年这样子 嗯 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 或是目标的话 断然的就是提离制啊 什么的 是有点唐突啦 虽然还是有些存款可以养活自己 但是我觉得毕竟现在疫情嘛 然后我觉得工作没有这么好找 就是还是先乖乖待在这个原本的岗位 那等之后如果有其他的 不错的机会也会去试试看这样子吧 嗯 那想问一下 就是你当踏入临床啊 当新人的时候 有没有曾经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 哦有啊一定有 可以让我们分转一下吗 是一开始给学姐带的时候 没有这么明显的感觉 但你一独立之后就很明显感觉出来 那交接班的时候 每个学姐的习惯不同 每个学姐的自己的routine不同 这样子 那有些学姐希望你要求你做到 就是A 但有些学姐觉得做到B就可以了 嗯 然后你就要去适应他们的习惯 他们要求也觉得 希望你做到的这样子 嗯 可是当一个新人的时候 要必须要马上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 毕竟实习跟当新人是不一样的 嗯 对啊 因为我自己看新来的学妹 好像也常常会遇到这种问题 就是还没有把那个心态调适好 就觉得自己 自己可能还是那个 实习生 对 然后可能就就是 跟学说 诶病人不舒服 对 就这样就结束了 但是女人例的时候没有评估 啊是哪里不舒服 啊哪里痛 痛多久了 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些东西你要自己评估之后 再去报学姐或报duty啊 就虽然你 你一开始带的时候一定有人带你 不是有人可以问问题 但是你如果长期下来 一直都是这种就是 诶问学姐干嘛 但学姐有时候会觉得不太烦啊 嗯 对啊 就是要自己评估过后啦 对啊 然后就是没有那么快就适应 马上就适应这样子 有些东西会忘 或是什么的 然后学姐有可能讲过一次 然后你还没有记得的时候 就是会有点吃力 因为太多东西要记得这样子 嗯 然后又要会做人 那就是要帮学姐忙干嘛 可是有时候其实你自己 就有点自顾不下了 就做不完 对 就是事情都可能还没有 只能做到晚 但可能没有办法做好 然后你却还要带个 就是在顾 顾及做人的部分 其实对幸运来讲 是蛮大的一个压力的啦 我觉得 嗯 那想问一下 你们是多久独立啊 你们单位 我们单位哦 基本上就一个月 因为我们单位 呃 一开始好像会 呃 带个几周 然后最后会留 留几天的时间 好像让他下去 大小夜 各两天吧 嗯 对啊 然后去隔壁的单位 就是交叉实习一下 这样子 嗯 但其实扣掉这些时间 可能实际上 在自己单位学的 可能不到一个月 加上放假 什么的 其实 新人压力 都会蛮大的 还蛮快就独立的 对啊 而且单位又很杂 就像我刚刚讲的嘛 因为很多病人 单 骨折 就不是单一的问题 就是例如说 他是 好他手骨折好了 但是他其实还有 其他的部分 像高血压 或是洗 生活糖尿病 但有些东西 就是 有一个东西 没有控制好 其他全部都会受影响 或是他原本 其实好像没事 但他一开了刀之后 其他的那些过去病史 都会导致 他病情变得很差 有什么都泡出来了 就还要去 加护病房啊 什么的 就是其实 不堪还好一开 他就没完没了 对啊 因为其实你刚刚有提到 就是可能 临床上有 就是你刚刚当心者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东西 需要接收啊 需要学习 然后还有什么 做人处事方面的 那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就是能够 就是更加适应 临床工作呢 就是你当初 有没有自己 做什么特别的方式 像是我那时候 给学习戴的时候 我会看一下 大概时间应该 要做什么 例如说 我们是几点开始 要交班 交完班之后 就要开始去发药啊 或是量血 又要体温这样 那你大概要做 几点前做完这些事情 就是做完这些 回来护理战 然后你可能要开始 看电脑 看有没有 电脑这些记录啊 什么都啊 就把它弄好这样子 因为 就是中下午之后啊 就是送到的病人啊 然后新病人 全部都会 就是马上又回来了 这样子 对啊 对啊对啊 就是常常都 要外科病房的 那个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自己要懂得 就是时间上的调配啊 然后tempo又怎么样 你可能一开始 先跟着学姐的tempo 独立之后 你再慢慢走出 自己的tempo 例如说 交班前 你可以利用时间 做什么事 像抓药啊 退药啊 病人出院的什么东西 可以先整起来啊 什么的 看学姐的tempo 然后慢慢改到 改出自己的tempo 这样子 对啊 但是我觉得给学姐的带的时候 就还是要就是 不要太白目 一定要按照自己的tempo走 就是你给学姐的带 你就是安的在他下面 你还是乖乖听他的话 对啊 就跟着他的tempo走 这样子 我记得像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还有准备那个 就是把每天 比如说现在 哎 机电 然后要做什么事 机电要做什么事 就列出来 类似 对对对 就是我刚刚说 就是 把每个时间点啊 就是应该做什么事 或是起码 你最起码应该完成什么事 对啊 就是什么事 时间应该做什么事 你自己要知道 因为你独立之后 不会有人一直盯着你看 嗯 对 而且这样比较不会漏掉 对 我觉得就是 你自己的习惯啊 像我自己在 交班的时候 我是印一个表格 然后 一二三四五六 病人写起来 然后例如说 今天这个病人要换药 今天这个病人要 重用那个软针什么的 嗯 然后你当然就是就写起来 但每个人习惯不同啊 那你自己知道 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你就要写起来 因为我觉得一忙 就很容易忘记 嗯 真的 所以 所以有时候你 一开始人家跟你交班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看一下 但是 当然交班的时候 也是有漏网之余什么的 所以 你要利用你自己的先语 剩下的时间 然后再去 例如一下那个交班单啊 或是 例如一下病人说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要调整啊 什么的 想问一下就是 你在骨科病房啊 担任护理师 你觉得最有挑战 那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骨科本身不难啊 就可能有一些routine 例如说 像是 换完髋关节 膝关节之类 要做什么 附健什么的 然后要注意什么 基本上那些 就是有胃教影片 跟那个手册 给病人 然后你自己 也可以就先去看一下 知道要做什么 做久了之后 你就会知道 什么东西要注意啊 干嘛的 然后一般的骨折 其实也都还好 就像我刚刚说 我就是有其他的病史啊 然后洗肾啊 然后传的传啊 然后肿的肿之类的 但是这些就是 其他的 那个underlight引起的 但我不是病人 本身骨折的问题 这样子 那想问一下 Sindy 你觉得担任护理师 最辛苦的部分 是什么 如果有时候 真的很忙啦 像因为我 蛮常上夜班的 那有时候夜班 真的很忙 开刀的 回来啊 然后有新病人 然后或是 病人状况 非常不好 就是上厕所的时间 我之前好像曾经 有尿道感染过吧 然后水又喝得很少 没有 完全没有办法进去 就是休息室 吃个饭啊 什么喝水 那些都没办法 然后日夜颠倒这样 就觉得自己身体 好像快弄坏了 所以对 轮班也是 觉得蛮辛苦 对啊 照顾很 很差的病人的时候 其实觉得压力很大 嗯 对啊 有什么是你觉得 最有成就感的部分呢 自己是自觉啦 我动作很快 我还蛮喜欢 就是抽血跟打针的 那因为一开始 就完全都不会嘛 到现在可能就是 很难打的病人啊 或是抽血 也不太有错的病啊 你可以一针就上 或是很快就可以把 那个像我上夜班 就是要负责所有的抽血 或是要打针什么的 然后就可以 蛮轻松的 就把它解决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好像还还不错 那个手感啊 然后觉得 能够一针打上 那种很困难打病 我就觉得 很棒 超厉害的 真的觉得很厉害 因为就是 慢慢练出来的 而且 你的年姿越深啊 你就是整个人 就是越来越 变成前面的 你下面就有很多 那个学弟学妹 要cover 那他们就是 不会啊 或是打不到 就会找你 所以其实有时候 有压力 就是上面也没有 其他学姐 可以让你求助 就是只有你一个 你一个就是 资深学姐的时候 你就是要cover他们 那你就是得靠自己啊 对啊 求助无门 你就靠自己了 那如果有听众啊 也想要到 骨科病房工作 你会给他 什么建议呢 或者是 有没有先 需要准备什么 可以看看 什么 腔势症后群啊 或是 有一些骨科的那种 和病症 病发症 什么 应该要注意 什么这样子啦 然后 就是基本的学生 对啊 因为其他的 基本上我觉得 每个地方的那个 有些routine 不太相同 但是就是 大原则的掌握住 我觉得其实就OK了 就是骨科像是 容易会有的那个 比较严重的 像是脂肪酸塞啊 那种大骨头 有骨折的话 就很容易有这样 整体出来 真的很杂啦 所以骨科 像我刚刚说 骨科不是只有骨科的问题啊 有时候要 洗身的病人啊 然后 也是有那种 放胸瓶啊 要 是那个 chess tube 对啊 那个什么 pure effusion啊 然后pneumonia啊 然后全部都会送过来 所以其实 要吃的 那个技术 还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有些东西就到这里 再学吧 不然就是 被学代的时候 能遇到 遇到多少 就是多少 然后之后 有些就是独立之后 你才可以慢慢知道 因为我觉得 你没有实际遇到过 可能印象也是 不会那么深刻啦 其实很多技术 跟那个课本上的东西 已经不太一样了 对 而且很多东西 连在一起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 当新人的时候 就是病人 速过回来了 他好像肾功能不太好 但他没有到 洗肾的程度 或什么的 然后他就准备了 PCA给他压 那个自控式的止痛 压一压 然后他就中毒了 morphin 用太多了 他会一手一直按着 这样子 然后就增壮瞳孔 然后那个 对啊 就后来就 那个医生就赶快上来 然后抽血啊 然后好像 最后还想我 送去那个家户病房吧 对啊 因为尿开始 对啊 尿开始 对 他那时候好像是 尿开始有变少了 然后血压 有点 快要摔摔的样子 大概一百出 这样快摔下来了 然后那时候 其实觉得好像还好 因为有时候术或病人 反正就是 也有可能会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 没有马上反映到 就是PCA这件事情 那后来就是发现 其实真的是 因为MPC 因为他手一直握 他就很怕痛 他就一直按一直按 然后那个morphin啊 那个油肾脏代谢 他就没有办法代谢 他就累积在身上 就中毒了 然后就打解毒剂 然后抽血这样 好像整个人都酸掉了 我记得 那是我第一次 小夜班遇到 然后什么东西 就怎么会这样子 这样子就真的是 要整体评估耶 不然也不会想到 可能是PC耶 就这样子 对啊 有些时候就 因为 其实基本上啊 如果病人 在恢复事情 有怎么样 然后看起来 不太OK 他们其实就会去ICU 就不一定会回来 可是那个病人 其实还好 但是也是有那种 明明就应该 要去加入病房的 就可能没有床 或什么不去的 也是很可怕 然后整个晚上 在那边摔血压 摔血痒 然后很可怕 嗯 对啊 请你和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病房工作的时候 令你印象的 就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吗 有一个弟弟 好像15 还是16岁 我反正年轻的弟弟 他只是进来拔钉 好像拔手的钉子 还是哪里的钉子 就是小刀 其实拔钉 对骨客来讲 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刀 可能就是 三天入院 开刀出院 就三天这样子的疗程 这样子 一进来 发现他喘的 喘的要命 他照到S关卡 他自发性的气胸 哦 对 然后就放了 确实Tuber 嗯 当天进来就放 因为小一班是我 白班是学姐 交给我这样的 我说 啊不是只靠拔钉吗 结果后来就 拔钉这件事就取消了 就隔天 他其实要去开那个 那个胸腔科的道 这样 反而不是来开骨科 哦 想一想 还是觉得还蛮夸张的 他喘得要命哦 他都没感觉吗 有啊 他就是喘 就运动的时候就很喘 然后好像有一边肺 已经全部塌了 嗯 所以他喘到爆啊 然后他可能自己 自己是觉得没什么 还是干嘛的吧 然后我不知道在想什么 然后就 就拖到 就是进来才看到这样 然后就一入院 就放了胸瓶这样 嗯 然后隔天 骨科岛也没开 就直接先去开 就先去开那个 胸腔科的岛这样子 然后也是有那种 打打鼓水泥 鼓水泥也对我们来说 也是很小的岛 打打鼓水泥啊 要run那个什么 Kodaron啊 因为 就是什么 A5啊 事情要乱挑啊 然后就很喘啊 什么的 打鼓水泥 基本上也是三天啊 就是 也是算很小很小的岛 这样子 对啊 然后就 也是 就是因为本身 其他underlight的关系啊 有时候我会觉得 他其实应该要先 手药问题 应该是先 更应该要先处理好 他underlight的部分 像是心脏问题 或是肾脏问题 甚至有些人 血糖控制的很烂 然后 然后伤口healing就不好 然后也是有那种 例如说 2016年开的刀 然后到2020年 伤口还没healing好哦 然后就一直陆续在发烧 然后那个伤口 就在肾液啊 什么的 你会觉得说 这个到底在干嘛 对啊 那个也control的太烂了吧 我说那个血糖之类的 如果我是血糖的话 嗯 也是有那种 烂到要节肢的 我那种有看 整只脚都黑掉 他不想要 他不想要把它 K掉这样子 然后 就整只脚都黑掉了 我也不能动 然后就一直放着 对啊 他不想K啊 然后就好像 因为有发烧 还是干嘛的吧 就是感觉有点快 败血症了 有时候看病人 也觉得 他们挑战是 就是活下来之后 才开始 有些人就是 什么四肢骨折啊 然后 或是 就是算是比较凶险一点的 像例如说 从高楼坠落好了 对啊 所以 我觉得 这种的 遇后啊 或是一些附件 什么的路 会很漫长 对啊 因为其实 是家里的经济支柱的话 如果他突然 就是 四肢骨折好 那一定是 一段时间 没有办法工作的 那住院啊 日常啊 全部都要花钱 什么的 就是你看到他们 其实会觉得 蛮辛苦的 因为其实我自己 也有骨折过 所以我就知道 嗯 其实 附件之路 会走得蛮辛苦的 嗯 对啊 活下来才是 考验的开始 就是附件之路 比较辛苦 嗯 真的蛮辛苦的 尤其是看 你那个段四肢的好了 你要怎么慢慢恢复 就是 像我们正常人一样 AD有可自理啊 可以这样子 跟四处去玩啊 和自己活动 你连自己 原本的一些 日常基本生活 都没有办法自理 然后你就可能会 就是要克服 自己心里的 一些阴暗面吧 就真的要蛮乐观的 去面对这一切啦 不然其实 这附件之路 真的很漫长 嗯 如果你没有到 国科病房工作的话 你还会想要到 其他哪个科别的 或者是其他的领域 曾经有想过 去当兽医啦 或是工程师 对啊 我之前还曾经 到兽医征所打工过 可是 后来觉得 好像 像是医院好了 医院是 都是生病的病人啊 那情绪啊 或是一些 不满啊 然后疼痛啊 病痛那些 会折磨他们 这样子 那可能到医院 大家都 并不是很开心的来 这样 除了那种什么 生产之外 可能是 是产子啊 产女那种 生产会好一点 但其他好像 都不会太开心 这样子 那医院当然 那个 兽医院当然也是啊 来这边找你 除非是做美容的啦 不然其他的 怎么会开心呢 一来可能就是 要帮他结痂啊 要 哪里 胃不舒服 胃扭转啊 然后干嘛的 对啊 所以其实有些 狗跟猫的心 也是很害怕 那你跟人讲呢 说一定 有时候还可以 讲得通啦 他可能不会 不会咬你啊 或打你这样 但是猫跟狗 你不可能跟他 讲得通啊 他就很害怕 很害怕 就是先咬你啊 对啊 也是帮他们 拔尸拔尿这样子 要去遛狗啊 然后亲猫杀啊 等等这样子 那工程师是 工程师很多种耶 是完全跟现在 完全不同的啦 我那工工作 应该也是蛮辛苦 就是不同的辛苦啊 像他们 有认识一些工程师啊 他们就是下午茶啊 什么的 就是点心什么都有 这样子 不会像我们这样子 就常常可能 没吃没喝啊 或是 完全没有办法去厕所 这样子 他们就不叫 不会有那种 生命的危急的 那种急迫性这样子 因为他们就算 少打一个城市的码 或者是什么的 也不会马上 有人因为这样 就是呼吸停止啊 给错药 然后就怎么样了 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差的啦 可是他们应该有 他们的压力这样子 现在不是很流行 资讯护理师吗 是哦 就是念资讯的 然后把资讯 这块跟护理 串在一起 我看现在蛮多 蛮多医院 都在找这种人才 有时候稍微跨个领域啊 什么的 其实投入的那种成本 会稍微高一点点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要先 先了解一下自己的 是不是真的很喜欢 这件事情 为什么再去做这件事啊 如果你能和20岁的你对话 就是你当时还在就读护理科系 你会想说什么呢 如果我已经读的话 就是继续读了 但如果我还可以再重新选择 我觉得也许我不一定 还是会选这个吧 对啊 但我觉得选这个 并没有说不好 还是什么的 这份工作让我得到的成长啊 跟一些收获 真的会让人成长蛮多的 在工作方面啊 跟同事的相处 跟学姐的一些主人的处事啊 待人处事 然后你可以看病人的 病人跟家属的相处 然后也看他们的 怎么处事的态度 你就会发现很多人的那些 就是处事方式 有些值得学习 但有些人就是觉得 自己应该要调整一下 就是如果有找到自己喜欢的 就再继续去学 其实也蛮不错的 嗯 对啊 我觉得有时候 其实生活有个重心 还不错 就像那时候当学生的时候 整个人的重心都是放在考试 想要考到第一支援 然后就好好读书这样子 嗯 就是那个当下能够努力啦 就把重心都放在上面 其实感觉很棒 现在就是 有点在偷懒呢 对啊 慢慢学慢慢找 嗯 那也祝福你找到 就是你真正想做的 就是那个领域 那我们非常谢谢Sindy 今天来和大家分享 就是在骨科病房工作的 一些工作经验 谢谢Sindy 好 谢谢我 非常谢谢你 百忙之中 抽空来收听 PUNY聊护理广播节目 若是今天的节目 有帮助到你 希望你能帮我在 iTunes Store上面给星星评分 订阅我们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让我们的节目能够持续下去 再次献上最深的感谢 PUNY聊护理 陪你聊聊护理 我们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